好 今天健康时间我们要来聊到的是 这几天天气真的非常的热 而且这几天来了 接下来也都还是会这么热 当然天气热 如果在户外稍微待久一点 就非常容易中暑 但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中暑的话 刮痧好像还蛮有效 因为其实先前在留言区 有很多观众朋友有分享说 中暑的时候刮痧好的还蛮快的 但其实大家知道吗 中暑其实有分洋暑跟阴暑 而阴暑的时候其实是不适合刮痧的 怎么分辨呢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 其实因为大量流汗没有办法排热 导致我们的中暑过度的炎热失调 这个就叫做阳暑 也是我们大家一般认知 比较常听到的这个中暑 那阴暑是什么呢 也就是长时间吹冷气或是吃太多冰 还有你在户外曝晒 然后流了非常多的汗 但是直冲冷气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皮肤毛毛细管 尾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 导致体内的热气排不出来 汗也流不出来 闷在里面这就叫做阴暑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阴暑不适合刮痧 阳暑才适合刮痧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到阳暑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中暑了 建议要赶快降温 移到阴凉的地方还要补充水分 这个时候如果你刮痧的话 就可以帮助体内的热气散出来 尤其刮痧的地方大概要在背部 还有颈部肌肉比较丰厚的地方 但是医生也有提醒说 只要有刮出沙就可以散热 不用说一直猛烈的刮 这样可能皮肤会受伤 那么也建议中医师说 穴位的按摩包含上是颈厚的大锥穴 太阳穴擦一些清凉的油 都可以帮助散热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穴道在哪里吗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是推荐大家阳鼠的时候可以做 这个大锥穴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那刮痧就是这样子刮 那当然了这个会减缓我们 头晕头痛头闷的状况 另外还有太阳圈也可以按摩 这个也是让我们头晕的时候 比较不舒服的感觉 可以消散的比较快 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阳鼠 那阴鼠呢 我们刚刚讲到阴鼠是不可以刮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就是阴鼠的话呢 是因为毛孔紧闭的状态 其实这个时候刮痧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热气也排不出来 我们刚刚讲到主要是长时间 待在冷气房这个热气闷在体内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推荐大家 周医生说 穴位按摩蛮有用的 第一个包含像是内观穴 第二个是风持穴都还蛮有效果 同样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 这两个穴位在哪里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我们先看到的是内观穴 内观穴就是在我们手打开 三个指节往下的这一个点 按下去其实会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这里按了的话呢 可以让胃比较舒服 也可以止住想要呕吐的感觉 另外风持穴 风持穴就是在我们后脑勺上面凹陷处 这两个点红色的点 在这里按摩的话呢 其实可以缓解头痛还有恶心的感觉 所以也推荐大家这个天气热 当然有时候会难免中暑嘛 那如果你今天是因为在冷气房 待太久导致阴鼠出现 有一些不太舒服的话 其实还是有穴位可以按摩的 但是就不要再刮傻了 好了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 最近疫情其实升温还蛮严重的 大家身边应该都有不少的人 有出现确诊的状况 这一波疫情其实来的蛮猛烈的 之前疾管署也有预估 大概在7月中的时候 会有10万人确诊 那么现在呢 工卫专家也说了 这一波疫情其实刚好在夏天 就有点麻烦为什么呢 因为天气热大家都要挤在冷气房 挤在冷气房的话 反而就会助长了这一波疫情 这个工卫专家就分析了 这一波疫情流行起来 有可能感染的人数会上看150万人 事实上也有非常多的医生有分享哦 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 很多人到医院来看诊 其实他们过去都是所谓的天选之人 也就是完全都没有确诊过 但是这一波疫情还是没有逃过 我们现在看到机关署公布的最新疫情 在上个礼拜呢 其实这一波疫情从5月就开始升温了 而且一直往上攀 照上个礼拜6月25号到7月1号的时候 一周就新增了932例的确诊 还有64人死亡 那其实目前确诊的病毒株 跟先前我们大家知道的 已经又有不太一样 因为病毒株不断的变异 现在变异株主要还是JN.1占了47% 但是机关署说其实这个JN.1的变异株 持续的下降 看起来变异株KP.2KP.3是接近了三成 还有变异株LB.1 这个是上升到了14% 而且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 专家就特别提醒 如果这个LB.1持续上升的话 在8月的话可能会掀起新的一波疫情 也就是这个传染力会更加的明显 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LB.1 虽然现在它在台湾还不算非常的主流 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它不断的上升 这个LB.1它有什么样子的特性 事实上它跟我们先前刚刚讲到的 KP.2KP.3呢 它同属是这个JN.1的子代 也就是相同分下来的 但是呢它有增长优势 它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它具有高度的免疫逃脱 也就是说疫苗相对来说 对它比较没有效果 所以这也导致它的占比 不断的快速上升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各位家家说 还是没有看到说这个LB.1呢 有疾病会比较严重的状态 大部分主要的人还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 而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抗密毒药物 快筛跟PCR也都还是有效 同样都还是检测的出来 有没有确诊 那目前所有的XBB的疫苗呢 针对这个LB.1的保护效益 也是有高达45%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因为夏天很多人都要聚在冷气房里面 比较不会这么热 当然了如果口罩不常戴的人的话 可能还是要去打击疫苗 相对来说比较不容易被感染 好了我们来看到的是现在呢 环保意识抬头 越来越多人不会去用这种一次性的塑胶 但是研究也发现其实台湾的民众 普遍呢高度暴露在塑化剂当中 尤其是体内的塑化剂浓度 是很多先进国家的二到七倍 那这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事实上我们人体如果长期接触 塑化剂的话 包含像是我们的性荷尔蒙 甲状腺素 还有胰岛素这一些都会被影响 你好我们是北宜女装安普拉斯科 那我们来送还宝带来 等于这边总共是10个 北宜女是全台最爱订外送的高中 外送风气盛行 但每天使用的塑胶垃圾 长久下来对环境造成危害 为了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频率 北宜女中学生四年前成立去塑联盟 发起减塑行动 与北市中正区15间饮料店合作 推动环保带循环计划 就是我们跟店家签约合作 然后会给她环保带 然后在外送平台上备注 北宜女中不要塑胶袋 然后外送的平台就会自动就是 跟店家说我们要这个环保带 然后送到我们北宜女中的手中 就会是这个环保带来取代一般塑胶袋 从日常生活着手到目前为止 已经省下超过25000个塑胶袋 只要在订餐时 备注北宜女不用塑胶袋 店家就会使用联盟准备的黑色环保带 等使用完毕后 学生清洗完再归还给合作店家 我们本校的学生就是 在订购外送方面是非常 就是需求很大 所以常常会需要用到很多的塑胶袋 所以我们就想说 先从这一个点先开始 至少有一点小小的行动 然后越积越大 我们先从校内减少塑胶袋使用量 然后来渐渐的尽量看可不可以达到说 之后或许可以往其他学校 或更远的地方 减速行动可不容缓 随着环保意识抬头 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用品 也慢慢成为全民共识 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发现 有超过八成的民众认为 政府必须立法逐步禁用一次性塑胶包装和用品 并减少塑胶生产量 也认为要制定明确重复使用目标 加速建立重复使用系统 作为淘汰一次性塑胶包装的优先做法 台湾的政府其实现在在面临台湾的这些垃圾处理 然后或者是国际减速的这个趋势 他们其实不断的只强调说 会把这些垃圾拿去做燃料化 或者是赶快加速这个焚化处理 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赶上台湾的名义 他们应该加速的去投注到重复使用的措施 其实才是真正能够去符合台湾民众 对于减速这样子的一个意识的需求 塑胶危害不得不重视 国卫院与台北医学大学食品安全学系 在二零三到二零一六年间 针对一般民众进行尿液塑化剂代谢物浓度分析 结果显示 零本二甲酸类塑化剂代谢物浓度 是欧美先进国家的二到七倍 台湾民众普遍暴露在塑化剂当中 而且18岁以下的孩童 暴露风险更高于成年人 在儿童的这个部分 在我们调查是有观察到比较高 没错 但是我们的推测 可能还是与这些餐具的使用 可能是会有关系的 那至于有一些其他 我们知道的一些塑胶的玩具 小朋友因为他们的一些习惯 就是喜欢把东西拿在嘴巴里咬 所以他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他的塑化剂的暴露程度 是比起成人要来的高 塑化剂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长期接触会影响性荷尔蒙甲状腺素 胰岛素等正常荷尔蒙运作 对生殖功能影响也大 也会干扰月经周期 和增加不孕与癌症风险 塑化剂里面最常使用的 就是所谓的DEHP的塑化剂 那他在过去的动物实验里面 已经有证据就是说 他在会导致性指数会降低 然后可能会产生一些 鸡胎的状况 那在流行病学上也发现说 他跟一些就是生殖上面的功能 那或者是女性的癌症相关 十一助行日乐 塑化剂几乎无所不在 减速并不是含含口后 就能解决的问题 唯有减少使用塑胶制品 终结用过一次就丢的抛弃是文化 改变生活习惯 才能降低暴露风险 TVBS新闻 李国正 黄冠伟 德燕萱 台北 采访不到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